EZ其实都是很需要操作的 没错 那么双方阵容敲定之后 可能就是意料之外的是 会把船长给放出来 然后最后 感觉狮子狗真成烟雾弹了 是 给骗了一下 就真是骗了一手班位 那反观到 就是IG的这个阵容 相对来说看起来就 更 立体一点 而且这个配合来说的话 就开团的时候直接往里进 NOCE关灯 然后直接是 要么泰坦前面能够去勾一个人 要么就是Niko直接推推棒 进去开花嘛 是的 还是会非常期待上路的这个对决 毕竟是很久没有见到文的船长 包括再次面对到剑机 其实剑机上路打船长 感觉还是蛮好打的 就因为你可以用你的W去抵挡一次 火药桶的伤害 并且配合着自己打野的盲僧 其实对于船长的威胁还是蛮大 然后可能 没事 所以说就像友浩刚刚这样说的 我觉得前期的对线 最好看的点是在于 他们线上的手法的对决 操作上的博弈互相拉扯 是 然后到后面的话 其实两边的阵容还是有点不太相同的 就是IG的这个阵容的话 它是更偏向于打团 对 而反观到就是BUG的这个阵容呢 它是有单带的 因为剑机嘛 对吧 而且其实还有像沙皇和EZ 手也相对来说比较长 去倾线去打消耗可能都比较好 两边的这个阵容打到后面的话会 就是它的层次会明显插开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IG他们在前中期可能还是要打得强势一点 毕竟就是你的中路跟下路 是可以保证有限权的 然后可能对于BUG战队的问题来说 就是他们能否通过 剑机这个单带的点 然后给自己的双C 脱购很长的发育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讲尤为的重要 没错 话语之间就已经进入到了召唤师峡谷当中 来看一下他们第一局 怎么样做一个开局的部署 会比较偏一字长蛇阵 很友好 在中路就直接先互动起来了 是 直接贴贴 一般好像就是看上路的贴贴的镜头会比较多 今天还是第一场比赛嘛 双方还都是比较放松的 是 就包括咱们看LDR的时候 经常也有这种开局贴贴的这种镜头 来看一下两边的这个符文基石啊 相对于说 他比较 算是比较常规 然后剑机这边是带的征服者 这应该是想要给你去 一套看能不能操作死的 要把伤害灌吧 船长就来讲呢 为了增强自己的对线能力 还是没有选择发力能力更强的先攻 方开刷一个火刀 因为这也是知道 前期不能在线上跟剑机打得太着急 下路对线的话 我刚刚看了一下 然后这Wink是 有一个那个开局的现眼的 所以说草丛站是比较稳扎稳打 下路应该是可以稳定可以拿到二 是主的过上来之后给到一个零剑雨 是在重伤的时候给了自己一口治疗 嗯 刚才BOG战队的小黄毛选手反映了一个游戏内的问题 台判与技术人员正在对该问题进行检测与查证 咱们现在比赛已经恢复 下路按推卦线之后要赶快往河道去坐眼 往三级可能会来一波 中路换险还是蛮凶的 前期的话 其实沙皇不是太能换得过尼口 尼口相对说手长一点 而且基础伤害比较高 但小草包 又是一勾 勾到了EC 再给让个雷剑 直接挂点人了 进化瞄解 打了一波EC的状态 应该是要把自己药全部吃光了 这个下路线就比较难受了 但是NOC感觉 闻着味就要来了 因为你的净化也被打出来了 状态也没了 而且下路是囤了大兵线的 眼位照到之后 盲森可以做一波反蹲 这一波必须得去保一下 盲森如果不保的话 下路感觉堆线要炸掉了 是已经看到盲森的位置 那就不能够拒约他了 撤了撤了 看这一波 也就比较考验 BOG的下路塔刀能力了 看有没有深得霸哥的真传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埃及下路其实前中期的 对线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就想线上蹲吗 天真在河道摇摆了几次 感觉还不如直接就正常刷野 这个线现在也差不多没了 主要这个线完全没有任何 抓人的机会 无论是河道 还是在三脚草的位置都有视野的排骨 先拿河血啊 然后就是再回头杀火 上面文是被小鸭陷的 是 W当火刀之后 再点一个桶子 F6这边 天波挂到了 呼应器过来 那这样的话 Crying稍微 血线有点低 留一个分身在后面 而且这一掌 也没有拍到Niko 下半区打得非常的主动 泰坦好像前三钩 都是命中到了 Bug的下路上一组 这个其实是卡了一个 前草的视野差的 就前面几个钩 都是有这样一个 视野差的优势 是 然后现在IG整体阵容 可能就是要等到自己 上野全部升到六级 才会达到他们第一个强势期 是 对线 有橘子 还有不灭之沃的蚊 在这个换血上 是已经出漏风鲍 就在后面摆一个桶子 你敢吃吧 就过来就是一个二连桶 当然可能就是因为 一级帮自己打野开的缘故 上线比较晚 其实一级被剑机 多消耗了很多的状态 这句话其实很去依赖小草包的一个发育了 而且这个版本的话 沙皇打中和能力确实还蛮强的 他的普攻 然后杀兵可以触发特效 以及他这个主目标的伤害增加之后 纳使的那个收益非常高 F1一路刷下来 贴边 但是还有一个视野等待着他 还是没有选择往下面继续靠 而且下路纪律性太好了 就知道你刚才其实帮反蹲的话 你的刷野路线是比较固定的 不是很好抓 包括下路虽然说是安家卫克压得非常深 毕竟是荒天帝他们是一个双位移的组合 其实BUG这边是人均位移 五个人都有位移的 蛮灵活的这种 你说这要是来个波比或者说眼圈 尼克我看这波闪现战放 但是背景这样给成功推了过来 包括流沙一行过来 但是后续一个Q技能 没能受掉残血的小草包 不是这怎么还叫兄弟呢 说好的真男人一为一大战 对 可能还是没有想到 尼克会打得这么的主动 FY 绕着河道这个草丛 小黄毛这个 是不敢碰线的 然后再往再继续装 再继续装一下装一下 很怕很怕再往后走 就看一下这波闻的纪律性怎么样了 该不该往前吞 好 继续性太好了 是继续性非常强 这是做了一个要来插眼的假动作 因为他的视频是CD没有刷新的 然后这个时候FY就沉不住气了 可能就是刚才小黄毛如果没有选择进塔的话 就可能文就真往前走了 海盗 感觉是个满血泰坦 不太怕你这一套胖揍 主要是这波要去把兵线给怼进来 不能让Wink卡住线的 安也没有亏什么兵线 这个你要回家的话就推线了 不敢回了不敢回了 这回的话炮车炮车兵线就没了 那这下落其实EC就很难受 因为你的女神类出来时间比较晚 然后包括本局其实节奏整体来说比较慢 还是要等到双方上六之后 第一波节奏才会比较关键 但是像现在这个场面肯定是比游戏战队想要去看到的 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偏发育嘛 但是马上等到接下来八分钟左右 诶 禅队到次末端 是定到了 小草包的话只是被打掉一个半血的状态 消耗一套 LUC是已经到达六级 这一波的话要抢线了 马上快到八分钟了 先锋要刷了 小草包是先回家 小草包手里没踢的 上面剑击直接给大了 船长也不是很怕 就直接原地给你点筒子 会被单杀吗 哇 最后剑击的一个Q 收掉了船长人头 但这没办法 文的话太想把这波兵线也给推进去了 是 这波很关键的是 最下方那个破绽是最早被破掉的 导致于文贴墙也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的 四个破绽 如果第一时间下面下端的破绽没有被点掉的话 贴墙的话是可以规避 那这样的话背靠 背靠墙体是有可能放手一搏的 是 如果是打一波 统接双火刀 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 但是被剑击瞬间打出四波看这一钩 钩到了 小草包给到了自己的进行之强之后 NFC管弄过来飞过来 但是没偷中魅惑到了 点燃最后跟上一个平A 配合非常的默契 被洛一巴掌拍死 但其实BOC 小草包这游戏的走位失误 那这样的话 你口一个大又抬两个 为了能走吗 找了一个闪 但是被穿刺之剑跟闪过来 安收下了落的人头 是 很自信 闪现的穿刺之剑 下路而且没有怎么亏兵线 说实话 下路还是就是囤的线多嘛 包括 包括你单挂EZ一个人 其实处理线的速度还是蛮慢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上路这一波回放 这确实没办 本身是想去卡位的 但是已经破完之后就没有卡位的必要 他那个站位太靠前了 第一时间靠不到枪起 这个四破打出来的话 确实小黄猫没有出的可能 真是勾到了中路的小草包 进行之强 其实反向速度蛮快的 Wink到现在为止 几乎没有空过Q 这一波是沙皇在空中的时候 先把孟眼的盾给破掉之后 给到了落魅惑的机会 然后继续针对 我们身上是有闪现的 还想要反打 闪现躲过圣达登卡 你不教技能 我不教闪 但其实讲道理啊 在前面小黄毛 solo单上 下面直接是一个腐败锁链 接一个穿瓷之间打一个消耗了 反正感觉短时间也打不起来 还不消耗 精准弹幕直接清兵线去打消耗 应该是想要快速拔掉PUG下路的外塔 先锋直接选择放 这个塔皮差不多能吃个七七八八的 主要现在黄天帝吃不到经验啊 而且还有如果把下面的节奏积到比较快 其实让IG的下转主过早的去摇到中的话 EC在两件套之前 其实在正面都不能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伤害 对 IG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但其实讲道理 第一个先锋丢的挺亏的 对于PUG来说 来了 继续凶 就是前面的配合都没有问题 但是 后面的Niko 绽放到两个人 那波就是 挺关键 对 非常的关键 给到他们拿先锋的机会 而PUG 其实第一时间小黄毛击杀了文之后 上路是有一个优势的 这个时候 如果说能争夺一下先锋 可能会更好 但反正现在丢也都丢了 不说什么了 后面的话 PUG的话 经济其实是落后了一千多的 特别在下路的一个队位上 有人投差 变一手之后 排掉两个人位 这个时间节点的下半区 PUG是不敢接团的 而且现在再去前行去防守 这下路外塔 就看天真会不会继续往下半区去靠 感觉IG去拔这个下路外塔的 想法不够坚决 那对于PUG来讲 可能现在他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把上路的文给摁死就好了 知道你上一波已经把闪影先交完了 芒层闻着味就来了 但闻的纪律性能不能再次救他一命 我也过来了一个R闪 那这样的话感觉是走远了呀 但是闻也很聪明 临死之前放了一个大招 把兵线给清得差不多了 这还是我们赛前所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本身在船长对抵到剑机 不好打的情况 其实你又往后面拖的话 其实剑机就会有更多 无论是单杀还是配合打野去抓死你的风险 是啊 但不过这一波的话 小黄毛也只吃了一层塔皮 下一波的话应该是有天真去顶线的 所以说赚的东西比较有限吧 没有那么多 但确实啊 能小黄毛能把闻的船长给打成这样 手法还是蛮硬的 准备是在13分钟这个节点 船长补出了自己的多岁之连 这一局小草包 残疾倒是吃了有点多了 这钩子 小草包有点慌 但确实 Wink钩子也不敢不变出手啊 万要是勾到墙就麻烦了 小草包可能一个晶云之墙就反手给你推进塔了 主要是现在IG下路打出了优势之后 可以去解放Wink频繁的游走 给到野区以及河道 甚至是中路很大的压力 所以说BUG大家可以从小戏图看出来 现在很被动 野区里面现在布满了IG的眼位 那就看下路这个外塔什么时候能够给拔掉 IG现在迫切需要拔掉BUG下路的外塔 然后对于船长来讲的话 其实本局他的发力出去变得非常又来 但是卡住了最后一个破绽 那伤害够吗 双火刀跟进场 再跟上一个Q 闪见AB了 最后一个直接把桶子给A爆炸 快反杀了 本身是一个天崩开机局的船长 等一下这个精准弹幕 够不够精准 队友给情报了应该是 而且感觉刮到伤害也不够 刚刚就在想说本身是一个 就是西兰刀出的比较晚的船长 然后没有想到他还是能够凭借自己的操作 打出了一波三火刀 然后反杀了对方的小黄毛 出的速度还可以吧 因为前面也被击杀两次了 我觉得这个时间还行 我们再看一下上路一波回放 这个就是第一时间有墙可以贴贴 对吧 是的 直接贴贴墙 你的这个第一扇爆发是打不满的 就算小黄毛这个征服者叠满了 伤害也差一点 而且小黄毛反正是不是第一扇感 不是太自信啊 是闪现A边了 其实有点小乌龙 对 就小黄毛第一扇往后闪身了 是的 然后之后反正 哎好像兄弟能杀 闪现回来 刚才还是在船长真空机的时候 应该果断跟闪 再补上最后一发品A 但是犹豫的片刻自己也紧张了 对 下面 稳 一个人去守下路的线 但还好 因为船长的话 清兵线也比较快了 两个桶就差不多了 实在不行就带一个大招 洛权进来开了 但是茅森扛打扛的时间有一点久 哎扛死了 是给扛死了 最终在塔下完成了一波 跟对方打以F2的一换一 不转 因为在上路这一侧的话 IG要赚麻了 这个先锋的话两头 硬保的话有没有第三头 不保了没必要 直接去逼中路了 逼中路的性价比更高 还是刚才在配合月塔的时候 FY过早的吃到了防御塔伤害 其实最优解应该是让洛去扛这个防御塔 对 配合上还是有一些瑕疵啊 就其实这个不需要那么急的 就感觉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两个TP 小黄毛 强抓小黄毛 看 躲过一个禅忆道次之后 给到战放 W抵挡一下控制 下一个Q过强 应该是可以成功逃生 闪现 就大招都不说了 光召唤是技能就放了四个 小龙马要刷了啊 还有两秒的时间 这是一条风龙 一个大家不太喜欢的龙魂属性 等于算是被刷掉了 反观小草包 又是在他今年打LDL的时候 很经典的 有一些劣势的时候呢 就会把小草包放到边线 独自发育 这样的话一方面经济 另外一方面他的经验等级 也可以对大化的去追赶 大家甚至可以能看得到啊 小草包现在12级 而跟他对位的宽 也只有10级而已 还是对于沙皇加EZ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估计这一波回程 应该能摸出自己的神话装 这个现在的沙皇出装流派呢 是先补一个小仪师章节 然后之后直接合纳石 这一套的话 伤害又高 倾限又快 而且不会缺蓝 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出发 而且左边控制太多了 感觉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 关特绽放的场面 好像 埃及没有去过多的使用 似乎不太需要 对 还是就是下半区 前中期平均自己兑现的优势 太大了 然后过早的去辐射到了 自己的中路半区 下路优势是这样的 而且Wink游的意识也挺好的 就能给到其他 就给到对对方的FY 以及小草包压力太大了 小黄猫 小黄猫还在蹲 在蹲 在等一个 是对船长有想法 在等一个野生的闻 但是闻就不中招 没有视野我坚决不去 小黄猫 一个人 等到海枯石烂 天荒地老 在与空气斗智斗勇 该出来了 再不出来 全部都要被自家兵给 脚下长蘑菇了 这个草丛里面已经 硬蹲就 有耐心 这时候需要一个 转场特效 两千年以后 终于是忍不住 终于是忍不住了 修炼出山了 蹲满天之后发现 闻在中路出现了 对 看到闻了 这才敢 安心把兵线给推过去 IG 眼位的布控 其实做得也很好 而且但 他们主要布控 上半局这边 其实从草丛里面 勾到了一个小黄猫 小黄猫可以走马 被恐惧了 孟严在追着他 但与此同时 上面的话 Windows现在也被打掉 一个半血 小黄猫点一个爆炸球果 逃出升天 那这样的话 BUG有机会逼中吗 不行 因为IG的回防速度 太快了 而且维鲁斯倾线能力 也不俗 刚才 还好是一个 剑机 包括本局 剑机的出装 还是会比较 球稳的 以往的话 我们会看到 神分的剑机比较多 是 但这局 也有一个点 就是 先看一下 这一波TP光柱 已经亮下 是来自于 小黄猫的TP 反手一个光柱 等于说 先退 对 踢换踢了 整体来说 BUG还是比较缺前排的 而且 IG的爆发伤害 比较高 所以说 小黄猫可能也考虑一下生存 剑墙 闪现一高 但是 荒天帝的 这个注意力 非常集中 中路这个防御打选 不是很高的 感觉 维鲁斯A几下 差不多 很集中 现在 在20分钟 这个节点 已经来到了 IG可以抱团打的时候了 没错 来看一下 咱们的个人的 实时经济面板 上 这是 上 中 下 中 还有上 三个人是冠绝群雄 IG这一次 经济领先非常多 然后 其次 小黄猫 还有小草包 这个我觉得 确实是该长这样 但是 小草包的话 两个小狗过来 包 不 Niko 已经发现 Niko位置了 W引起人之后 刘莎已经过来 但是被陈杰道次 给绑了一下 Krion这个 一 捏得很死 他就是要等你过来 那一瞬间 然后之后再去 缠结道次 是 还有小草包 刚才是想 给一个贴脸的 进军之墙 暂倒是给到了 Niko 缠结道次的机会 小龙还有半分钟 就要刷了 Bug的话 这一波的小龙 最好还是争夺一下 不然的话 马上龙魂压力太大了 Ig这个阵容的话 手相对来说 也比较长 如果真的拿到 水龙魂的话 他们的续航能力 非常恐怖 而就是Bug这个阵容 在双C没有 测试滴滴起来前 其实对方假如 有个水龙魂的话 伤害就完完全全不够了 其实双倍伤害成型 也挺怕这个水龙魂的 但现在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荒天帝 EZ的这个魔切 是没有叠出来的 他现在只有327点 这个层数 最后差了30层 对 一勾 芒勾 这一个开花 这些三个人 那这样的话 感觉Bug要炸了呀 正面一个FI 能走吗 摸眼过墙走 那这个小龙是没说法了 只能让给IG了 小黄毛潜入到后面 还想 这怎么操作 感觉操作不了 只能看 等你拿完小龙 能不能走吧 如果走的话 小黄毛可以带一下线 再带一下下路的线 感觉本局剑机 可以坚定一下自己 带线的想法了 就直接出破剑者 对 all in带线吧 因为就你在现在这个节点 去跟IG接正面团 完全没有任何的道理 嗯 这一波的话 Wink打得好啊 就他的这个经验很老道 他直接意识到 你肯定在这个草丛里 是有人的 就是隔墙 盲之爷 我去打你三个人 嗯 Wink的话 就直接先勾一个嘛 就勾到人 之后的话 其实crime第二时间上 就也很果断 是的 来 草丛里面有一个野生的crime 扫到了 但是反应速度非常快 看到一个红色的影子 就直接往回kill 现在是感觉 小黄毛向到一个两难的境地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波回放 盲视野出钩之后 孟严关灯 其实给到了Niko 绽放的机会 嗯 就这个的话 是属于Bug第一时间 也没有提前的很好 落尾把视野给弄好 因为Bug看到的 IG的视野也是很有限的 特别是适合到那根单草 那组单草啊 还有就是一般就来讲 其实在NOC开大的时候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抱团 但是恰恰这个时候 会给到Niko 达到更多人的机会 大龙要给你压力了 把你的 把Bug的大龙周围的视野 排干净 而且本局对于小黄毛来讲 因为对方有NOC的存在 其实他在边线端 也不会打得 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舒服 嗯 就还是不能打得过于的激进 海闪 海闪过来 小草包手里是有闪的 而且流沙异性应该也还在啊 短了那么一点点 还有就是现在 小黄毛也不太敢跟文去 短兵相接了 主要还是看你一个船长 这么光明正大的 走上来处理兵线的话 那NOC肯定在你的身旁 文的发育也补上来了 而且刚才小黄毛自己的 贪酒层数也没有点满啊 还差最后的一层 应该是现在文回家 应该离自己的第三件套不远啊 要动了 过来逼你 但是这一波的话 小黄毛手里也是有踢的 BUG的单边视野龙坑 一片漆黑 乌漆麻黑 上面的单草有一个 接着要先推过来 NICO给到这些天然波之后 看这个 接着的绽放 绽放到了两个人 先把你的人逼退 先收到这个大龙 大龙被IG成功逞压来之后 继续去针到对方小草包 压金身了 给到压金身之后 没有任何办法 死亡闪现小草包 对 正面只剩下 荒天帝 直接走吧 这个感觉想操作的话 会出问题的 还想继续拉扯 所谓扭过一个Q之后 也打出了自己的闪现 快跑 感觉刚才直接走就好了 没有必要再回头去Q了 但是大龙BUFF 这样推进的话 感觉所有BO界的外塔都是守不住的 下面一波团战的话 还是视野有缺失 因为三角草的话 扛了一个QRINE 这个推回来 其实作用不是特别大了 因为宽有大有金身的 他还想着怎么要进场呢 可能是刚才以为自己的伤害够 能够让Niko开不出来自己的金身 但是没有想到 还是给他做了一个满大 这个伤害其实不是特别够 因为小草包出的是网免 他也没有出就是像卢登那一套 或者就是他们没有去注意到Niko身上的金身 对你的这个位置瑟瑟发抖啊 要叫一下FY 但我觉得这两个人现在去对抗一个天真 可能都稍微略显吃力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文 两个打也照面了 对不天真蛮危险的 顿挡一下 但是惊鸿过去开起来 在一个盛大登场台 能凹印掉吗 天真手里是有闪的 走了之后再一个大招回来 一丝血被踹走了 谢谢你救我 下面的话小草包已然是倒地了 泰坦深海冲击跟上 泰坦拿下来FY的人头 穿刺之剑 一穿二 下塔的话 IG是可以爽推了 但是小黄毛在上面也是要置换一下 IG的上塔 估计现在IG就是要 把BOG全部的外塔拔完之后 慢慢去蚕食你的高地 感觉不用蚕食了 可以硬推了 这波起码要打 诶 剑机没有选择TP回来 老小跟天真打一波solo 最后一个破绽 被恐惧拉开位置 打不开也很难受 天真是一直拖着他 不让你回去 天真意识还蛮好的 而且算好了时间 然后给你拉开身位 不让你击杀我 是 两路高破 那这样的话BOG 有点大势已去的味道了 28分钟 两路高地 炮车在A 一下 哎 仇恨转移了 但中路这个水晶 说实话 作用给到的没有那么大 破不破 对于IG来说 大局上的影响 不多 就是塔没了之后 其实那个小水晶破破 或者是时间上的问题 没错 还是就是感觉刚才 关于上路二塔那波 资源的置换 小黄毛其实应该 早一点回程 小黄毛 找到了文的位置 打出一个被动之后 LC关灯过来 Q技能过强 闪现挂上自己的火刀 看这个二连头 又预判到了小黄毛的位置 哇 这个 确实小黄毛没地方走了 他只能往而Q 哎 出动航道 勾到再接一个深海冲击 留住之后 安可以疯狂地把自己的伤害打满 人头给到了 安 而且刚才还是在对方 刚刚拿到水龙魂的情况 确实你想要去 凹印船长 你想把他秒掉的话 几乎不太可能 挺难的 对 挺难的 还闪过来 二连头非常的痛 直接炸掉了小草包 三分之二的状态 继续跟进 盾挡过 金红过去之后 青春来 还是给到了恐惧 金纸上推空了 一口闪现 绽放到了两个人 在控到对方的辅助路 我们在正面是打了一波Ace 零换五 这一局人头是15比5 应该是定格在这里了 推基地 让我们恭喜 爱记 最后还以